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 习近平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 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习近平如何改造了中国政治 习近平对中国政治的改造 促心积虑计划甚密 一步一个脚印一环扣一环 而且习近平对中国政治的改造 不像习近平这种鲁莽野蛮的这种个性 不知道会怎么形成这样周密的这样一个计划 完全是像一个经济算计算计很好的一个政变计划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你看习近平上台 他一步一步的有条不紊的做三件事 第一反腐败 第二军队大清洗和军队的建制性的改造 第三修宪终身制 结束中共的集体领导 恢复这种集权统治 你看他这个脉络非常清晰 一步一步一环扣一环 这个与习近平的这个个性不是太相符 但是不知道他怎么会做出这样一个周密的计划来的 当然对习近平改造中国的政治 我们以后找机会我们来专门来研究这个话题 那么习近平如何改造中国的经济的呢 目前从公开文献来讲 还没有任何专家研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频道 也算是第一次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习近平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 这个话题很有意义 它有意义在哪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谈要遏制中共 你如何遏制 你看现在多数的文章 把中共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模式都想象成 仍然停留在胡文时代 那么习近平 他对中国的经济的改造 已经发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目前并没有被学界或者政界所认识 这就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 那么习近平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呢 我们认为是从六个方面 对中国的经济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 第一 习近平治下 中国经济体制出现了党控经济 这样一种经济体制 习近平之前的中国政府 都是按照不同的所有制 采取不同的管制方式 比如对国有企业 他强调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他强调这个党委的作用 那么对于新型经济组织 中共他没有这样的要求 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他还是在探索在新型经济组织 建立党组织 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的做法简单粗暴 第一所有的企业都得建党组织 那不存在什么尝试的问题 所谓新型组织必须得建 第二他修改企业法 直接要求 直接明文规定 上市公司的党委具有决策权 这个你得佩服习近平的胆子 因为所谓的上市公司 是要对股东负责的 那么股东谁来代替股东决策呢 董事会 那么党委与股东 与董事会毫无关系的组织 他要有决策权 要决定股东的利益 这个是 全世界可能也只有中国这一家 也只有习近平敢做这件事 不仅如此 习近平要求 所有的外资企业成立党委 民营企业纷纷表态 要宣誓信党 而且民营企业的大佬 带头表示 资产要归党 所以说中国这个经济啊 它就不是一种 多种所有制共存 按不同所有制来进行管制 习近平的管理方式 管理中国经营的方式 都管 都是我的 我都说了算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挡控经济 这也帮助 这个国际上 理解中国的经济形势 经济体制 过去国际上对中国的企业 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那么对敏感技术的转让 它优先于这种民营企业 现在习近平这种挡控经济的 国际上也都普遍理解了 也承认了 所以说 那么对国际交往当中 不再 单列民营经济 所有的都是中国企业 都一个尺度 不存在对谁倾斜优惠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就是中国出现了 党控经济的这种体制 管理体制 这个是之前没有过的 而且这个特点呢 被全世界目前已经 承认 第二 习近平成为 让中国成为高负债的国家 习近平上台以后 中国的债务负担增数 全球最快 债务总额 他上台以后的债务 形成的债务总额 高于欧洲和美国的总和 那么目前 债务占GDP的比例 高达325% 那是不是 习近平他只是一个 过去的政府的延续 不能把责任都怪他 这个可 源有头债有主 习近平从胡锦涛 接手 中国政府的时候 中国的负债水平 是多少呢 2012年年末 中国的社会总负债 占GDP的比例 是105% 这个从中国政府的公告里面 从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都能够 大家能查到这个数据 那么 习近平之下 这短短的 6年多时间 整个的债务 增加了两倍多 这吓不吓人 这个是 有点 太过分 那么325% 是个什么概念呢 是全球 负债水平 最高的国家之一 有很多中国经济学家提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这个 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这个债务比例 略有夸张 中国实际上没有那么糟糕 中国的债务构成里边 结构很好 政府的这个负债率比较低 那么这些呢 就成为中国的一种宣传 我只要说一个问题就能让这些 所谓的经济学家闭嘴 在目前 中国政府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债务里边 地方政府的债务 究竟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显然是低估了 那么中国政府对外公开的数据 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 7万亿 官方公布的 后来没有公布 那么财政部 中国财政部核算的 大约17万亿 那么实际中国地方债务有多少呢 通过各个省的数据累计加起来的话 有接近70万亿 所以你看瞒报了多少 瞒报了差不多80% 那么你说这个债务 实际的债务比例 还高于325% 这个呢 习近平把中国变成一个高负债的国家 这个是不可逆的 这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说习近平上台之前 周小川曾经说 我们的政策空间还很大 他所谓的政策空间还很大 就是什么呢 就中国负债率并不高 105% 并不高 所以他还有很大空间 但周小川他没有料到习近平 他用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 一下把这个空间用完了 中国负债 你再负债就崩盘了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给中国带来的深刻的变化 就是中国成为一个高负债的国家 第三 在习近平的志向 中国抛弃了相对稳健的货币发行制度 这个是非常要命的 这个是习近平对中国的经济破坏性最大的一个方面 习近平上台以后 中国成为货币发行最多的国家 给他一个概念 在习近平任期内 他发行的货币总量 竟然是美国发行货币总量的两倍 习近平的利害在哪呢 他胆大在哪呢 他修改了中国的货币发行的依据 在习近平之前 中国货币发行依据主要是根据外出规模 外出有多少 我相对的外出占款比例 确定一个发行货币的发行量 这个是相对保守的 这个是还是体现一种重商主义原则 所谓的重商主义嘛 他就认为是一个国家的财富 在本国赚来赚去 那肉烂在锅里面 那财富没有增加 只有一个国家赚了另外一个国家的钱 这个国家财富才会增加 所以说 这种重商主义的理论呢 就是你赚取了外汇 赚了别国家的钱 然后你赚的多 你可以发行货币多 赚的少 发行货币少 那么中国一直沿用这样一个策略 那么外储的因素 占货币发行的因素里面呢 90%以上 习近平折腾了几年之后 他就变成了多少呢 外储只占 中国货币发行 依据的60% 那么降了30% 到哪去了 他又增加了什么依据呢 他增加了央行 借给商业银行的货币 那么也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 那么央行哪有钱 央行就是印的钞 印的钞借给商业银行 再来作为央行 印钞的依据 那不就是一种注水吗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 中国央行这几年 70%的新增贷款 全部用在了房地产 那反过头来讲 那个货币发行 习近平的货币发行依据 对央行的这个借款 那实际上就变成了 对房地产的借款 那我们更深一步讲呢 就是什么 中国现在的货币发行的依据 除了外储的规模以外 另外就增加了一个 房地产的这个因素 而且房地产这个因素 折算到这个货币发行的依据上面呢 要接近30%的这种权重 那就中国的货币发行 从原来比较稳健的那种 外储为主的发行原则 变成了外储跟房地产 两大因素来决定中国的货币发行 这就非常可笑 中国房地产是怎么样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现在中国房地产的市值 相当于中国GDP的450% 那什么就是四倍多余现有的GDP 那我再给大家一个概念 那美国是多少 美国房子贵吧 美国的房子 差不多是市值 是整个GDP的200% 中国的房子 是整个GDP的450% 你想想 中国的房地产 肯定是有水分的 肯定是有水分的 那么这种水分下 又能够导致货币注水 你看习近平的胆子有多大 所以说有人说 中国房价要跌啊 要跌 这个还是不了解中国的 这个政府的运行规律 不可能跌 至少是我们看得见的未来 不可能跌 因为你要再跌 他宁肯货币先崩盘 第二个才是 房地产大跌 你看着中国的货币 没有大崩盘之前 房地产还能熬 但是熬到哪一天会崩盘 就明街客时机 你熬到哪一天崩盘 这个我们要观察 如果有机会 我会给大家来介绍 这个中国房地产的问题 我自己研究出来 有六个指标 能够确定房地产会不会涨跌 未来我再给大家一起 再来研究这个问题 这是中国的货币发行的规矩 被习近平改变了 第四个 习近平自向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 极大消耗中国的国力 我个人认为 大家可以记住 我提出这样的观点 那么习近平搞一带一路 不亚于美国 打了两次海湾战争 对中国的国力的消耗 一五年一六年两年 中国的外储就减少一万亿美元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过去三十多年 中国积累的四万亿美元 习近平用两年时间 就把它用掉了25% 四分之一没有了 而且至今没有一个说法 我相信李克强也说不清楚 这一万亿去哪了 只有习近平一个人说得清楚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么大国家 你们可以去查任何资料 为什么突然不见了一万亿 这个数字是非常巨大的 无非是一带一路 无非是腐败 没有别的解释 有央行有个马俊 这个拍马屁说 哎呀可能会用意去 用美元去买人民币 维护人民币的币值稳定 维护这个汇率稳定 这个太外涵了 怎么可能用一万亿美元 去来维护人民币稳定呢 那的人民币得减少多少啊 所以这个是第四个改变了中国 就是一带一路 第五个习近平改变了中国的经济 是他提出来 理直气壮的壮大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 这个是个明显是个倒退 他的这个所谓理直气壮的壮在哪呢 他是强行把中国的197个央企合并成的95个 就是简单叠加 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形成垄断 你比如南北车最典型的 中国所有的机车车辆 高铁车辆 全部是一家企业做 那哪里还有竞争呢 过去南北车的这个竞争很厉害的 你包括引进的技术上竞争 工艺上竞争 产品 规格上竞争 现在没有了 就一家 所以说习近平 他终止了中国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这是第五个对中国的影响 第六个 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习近平终结了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最典型的是 中美关系的完全破裂 一夜之间 从战略协助伙伴关系 蜕变到了竞争对手 甚至是敌对状态 邓小平曾经告诫中国人说 这个世界上 谁跟美国好 谁富裕 谁跟美国为敌 谁贫穷 那习近平就不信这个鞋 他就跟 以牙还牙 用以牙还牙的方式 来解决中美的矛盾和冲突 终于导致了 中美关系的破裂 现在甚至提出来要脱钩 所以这六个方面 习近平这个对中国的经济 产生的影响或者动的手术 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是非常深远的 而且目前来讲 你看不出来任何迹象会得到缓解 因为他这六个手术来像打烂拳 互相不兼容 所以这样导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 习近平上台以来几乎每年中国会发生黑天鹅灰犀牛这样的灾难性事件 什么股灾啊 是吧 房子卖不出去啊 这个房子挤压啊 83亿平方米啊 等等 所以说 这个习近平对中国的经济 改变 是根本性的 总之 习近平急速完成了集权统治结构之后 对中国经济的改造 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止 那么经济呢 目前还有他自身的惯性 还不至于一下崩溃 或者是出现很大的困难 但是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之后 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内伤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这种恶果的反应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个 而且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 他这个恶果的显现呢 快 也就是两年就能够反应 慢 也就是三五年都能反应出来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中国历史上 哪一个年份房地产发展最疯狂 就是习近平刚上台的 2013年和14年 他疯狂到什么程度呢 他疯狂到 当年的房地产销售额占GDP的30% 那么正常年份 包括18年19年呢 包括这个12年之前呢 正常的年份是房地产的市值销售额占GDP的12%左右 你看习近平一上来 花家伙干到30% 他胆子大吧 是像挑200斤的个性 对吧 但是你看立竿见影 到了14年的年末 中国就有83亿平方米的房子 卖不出去 差不多可以共4亿人居住的房子 卖不出去 那习近平胆子大的人总是有胆子大 他然后用16年17年两年的时间 让刘鹏亲自坐镇 来政府来帮开发商卖房子 卖两年 甚至都用国库来买 你比如李克强搞的那个蓬库区 最后干脆不见蓬库区了 就去买这个开发商挤压的这个房产 用国库来买 那么两年之后呢 把这个83亿平方米的房子都买了 是不是住人了呢 那不管 反正是公款消费 有银行贷款 把这个包销了 但是呢 空置仍然是空置的 这个就是GDP增长了 但是呢 他浪费了资金 占用了资金 也形成了一种恶性的贷款 这个就是我们认为习近平 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六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而且是一种不可逆的变化 他极大的危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危害性的体现会越来越大 当然不排除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制造新的 就是超出刚才六个方面以外的新的一些破坏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分析的能够抛砖引玉 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呢 能够听到这样一种分析 那么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